教育部推动的整合型视觉形式美感教育实验计划 在全台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开花结果 104年东区种子教师实验课程 成果发表交流观摩展 12月12号上午在台东铁道艺术村261仓库举行 有宫东高宫、台东女中、瑞源国中、花莲光复国中、海星高中、复社国中等14所学校 动态静态作品展出 展出时间12月12号到12月20号 我想我们所有的美感教育最后是从生活中做起 最后最高的境界是内化到内心 那我们这几年除了在推动这个美感 我们希望从孩子从这个美术能够提升到美感 进而能够有美学这样的涵养 从这个技术的一个操作 到这个生活人生哲学的一个转换 这个美感教育的加入 就诚如刚刚校长说的 让这个我们的教育 所有的每个课程里面都融入这个美感的部分 然后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设计 我希望 我希望 说这个美学教育 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 这本宝丧国中学生将环保与玉树相结合 利用塑胶带 宝特瓶 利乐包 废纸箱 光碟等回收物品 运用创意巧思 制成 环保时尚装 帽子与面具等服装饰品 摆出自信pose 跳起性感舞蹈 静态作品也创意十足 有头饰 皮手环 编织球 水管灯 木头灯 特色时钟等多元作品 显现出学生对美感教育教学的吸收与反应 老师在教学上的努力认真 在透过这样的美感来认识我们台东 从而认识这个世界 我想这样的一个美感的能力 在他们身上 可以让他一辈子带着走的 对他孩子的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整合型视觉美感是国家 非常重要的面对未来竞争力的一环 让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对生活可以去观察体验 动手去改变他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场域 看到这些作品觉得非常的惊艳 我觉得这个美学教育 值得我们持续来重视 让它更深耕 然后在孩子们身上看到很好 很好的成果 整合型视觉形式美感教育实验计划 第一阶段将在105年6月30号结束 原本是台东大学为东区美感教育大学基地学校 第二阶段开始将由花莲东华大学接任 继续推广美感教育 弱食学生美学基础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大学 四一